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辈子能和季先生接缘 1965年考进北大成为东宇系的一个学生 虽然不是季先生的鸡门弟子 但是耳熏目然 总感到在这样一座大山面前 我自己经常是自参行贿 山东老乡 他做的成就那么大 我自己又那么卑微 所以一开始的几年或者十几年 见到季相连招呼都不干大 那么大的学者 认得你是老几年 所以在北大65年到70年毕业 没跟你记相说过一句话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是读完了山东大学的中国哲学硕士 到北京出差 想去外温楼看一看 能不能找一点过去的回忆 在门口看到迹象 和我同行的山大哲学系办公室的 一个办事员 我就征求他 我说老爷子能认识我吗 不打招呼不好 打招呼他不认识我多尴尬 那个朋友建议他还是打招呼 他不认识你 你有弟子应该打的招呼 这样我就走上去 我说季相连你好 来干嘛 来查阿拉伯文资料 我傻眼了 他居然知道我是学阿拉伯语的 1965年到1982年多少年了 后来我和我的授业教授 刘林瑞先生说 刘先生说 迹象对你们这一届学生 108个人 对着照片看了一遍 名字都记住了 我就感到很新奇 这个验证 就是迹象的记忆力 真是惊人 在这从这一年开始 到1986年前后 我们山大和山东社会科学院的学者 联合编了一本 《世界哲学家词典》 有人建议 迹象是佛教研究权威 必须进这个词典 他们知道我是 顶着名是动语系的学生 可能认识迹象 就让我 我是副主编 让我给迹象写信 让他提供资料 迹象回来信说 我算什么哲学家 你们别搞错了 后来我就给他去了一封信 把他在佛教领域的 几篇重要的文章列出来 然后把他 在大唐习语记导演里边 对佛教的一些观点 给他写了一下 而接下来就写了一封回信 说看样子 你对我还比较了解 但是我没有 必要给你提供我的资料 你找我的助手李征 这样就找了李征 把他的 对佛教方面的贡献 写入了《世界哲学家词典》 这是我和季老的 第一次正面的交流 就是和学术有关的 再后来到山东大学的文史哲杂志 因为他开了一个学者谈智学的栏目 这个栏目很重要 而且影响越来越大 当时的文史哲主编是丁冠之老先生 后来接替他的是韩灵轩老先生 他们认为学者谈智学 季献林这么大的权威 应该让他写一篇谈智学的经历 让现在的学人们呢 好好地学习 他们又委托我 去给季相写了一封信 请他提供他智学的经历 他回信说 我有什么智学经历 我们这个生在民国时期 解放以后 由于材料受限制 很多学问都不能做 但是很多学者还是建议 一定要让他写 这样就派我去了北京 找到季相 季相说 我不写 你们要愿意介绍 你写 让我写 我傻眼了 我说我写您呢 我怎么写 我对您只能是高善扬指 写不出 他说你不写拉倒 那就控制这个季相冥 回去以后呢 丁管之老师就建议 还是写吧 这样就是通过李征这个助手 拿到了一些材料 就写了一篇 学术性介绍 季相冥的文章 叫题目是学贯中外的 纪献林先生 这个是文史哲当时的主编 韩令轩给修改了的一个题目 因为原文是 兼容百家 学贯中外的学界太斗 纪献林先生 他跟我商量说 你把学界太斗打出来 山大的这些老教授怎么办 会不会有意见 说在题目里头就把学界太斗去了 但行文里边 学界太斗保留了 这是我当时是第一篇 就是算是介绍季相冥的文章 在这之后呢 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一个编辑 看到我写的这篇文章 既然有了这个初步 你能不能写季相冥传呢 他的学术成就那么高 我说这个不敢写 因为不是基门弟子 对他的专业不是太了解 没法写 很多朋友还是建议写 这样写必须让季相来授权 他要不同意 我写了也白写 这样我又去了北大 找到季相 季相说好多人都想写 我都没有答应 他说既然你要写 那你就写吧 算是对我很信任了 这样我就花了大概半年多的时间 把他的自己的自传 别人写的有关他的资料 还有他的学术论文和著作 触犯了一下 写了一个提纲 这个时候呢 正好我受命 担任文士哲杂志主编 到北京大学开会 开学报杂志的主编会 找了一个下午我就去拜访 就跟他详细地谈这个提纲 他把提纲改了一个字 我原来提纲里边有个济南一中 他改成了济南高中 其他就没动 那就说认可了这个提纲 这样我就以后就开始写 因为材料装得比较顺 那个时候我们不用电脑 收写 副稿打好了以后 我最快的速度是一天写40页 一页300字 一万二千字的 这样大概大半年写完了 写完了就跟山东人民出版社 因为既像是山东人 我觉得山东人民出版社会很容易出 原来的湖南文艺出版社呢 嫌过长 写出了大概有40多万字 这样就找到山东人民 编辑很 觉得既像是 确实是很伟大的一学者 但是他让我写什么呢 除了写他的传记以外 让我加评论 加我的评论 我说我没有资格 不懂他的这个绝学 我怎么来评论 我说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呢 作为学生来评论老师 怎么评 很难下手 所以就 词汇合同 没有执行合同 在山东人民就没出版了 后来我的一个学生 在山东古籍 山西古籍出版社 做副社长 他听说我有这部稿子 就从太原坐着飞机来了 说策略说我要拿走 结果他就把我这个收鞋稿就拿走了 拿走了以后就很快出来了 第一次印了就一万多册 印出来以后 这个学生呢 他特别想 出季下林传 他山西古籍 因为过去没有出 当代学者的传记 想开个头 就造成声势 他就跟我商量 在北大搞一个发行室 把迹象请出来 让迹象说几句话 跟迹象一伤了 啊 学生写老师的传记 出版了这个传记 老师去捧场 我不干 老爷子断然拒绝 这样我就把这个信息 回去跟山西古籍的这个学生说 那没办法了 他也没办法 这样这个 季下林传 就是刚才的这个 这一本 左上角那第一本 出版以后本来如果运作好了的话 这个书是会很畅销的 但是非常不幸 社长退休 副社长好几个 争社长 结果 有了一点小动作 山西新闻出版局说 干脆你们谁也别当了 取消 山西古籍出版社就取消了 取消了这个版权就没有了 他没有版权 没有出版社了怎么办 但是读者觉得还是很有必要 因为这是毕竟是国内第一本 分量比较重的季下林传 后来就联系到人民出版社 这样第二版是人民出版社 那个蓝皮的 他出了 但是人民出版社牌子很大 出了以后他们不管 消不消 反正印了五千册拉倒了 所以他那个 很快十年的版权又过期了 那么后来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知道过了期后 他出了一个 就是第三本 这样就是 季下林传 连着三个出版社换的 出 实际上这三个出版社呢 也就是陕西师大这个出版社 他制作得比较精美 而且呢 因为他出这本书以后 就知道迹象在国内外的学术地位 确实是很高 这样呢 就决定把我和季老晚年的那个录音 因为他在2008年 把我叫到北京的301 给他担任学术助手 做口述史 口述史完成了以后 他们就出了第一版 叫大国学 季下林口述史 现在摆在这儿是第二版 今年的三月份 他们出了第三版 在下边这个地方 我好像没写 在这儿 这个 这个是今年的第三版 第三版 是第三版 三月份出了以后呢 因为他春节期间就开始卖 很快据说是就卖完了 说明有什么问题呢 说明季老作为一个三顶桂冠 大家知道 国宝 国学大师 学界态度 国宝是1962年 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兰 给他戴上的 学界态度就是文史哲给的 国学大师 国学大师 是1992年前后 北大建了一个中国文化书院 这个书院里边呢 几位老先生 包括梁树明 季谢林 张黛 张黛 张黛呼吁 提倡国学 国学不能丢 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 艳缘 国学热 悄然兴起 这样一篇文章 就把张黛黛 季谢林 都定性为国学大师 最后来 李敖说 季谢林算什么国学大师 国学他懂吗 那个意思 那么季老晚间就写了一篇文章 词曲三顶桂冠 我这三顶桂冠 我哪一个帽子戴在我头上也不合适 我既不是国宝 也不是国学大师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是谎论大师 我学界太多更不是 非常谦虚 那么现在 星期天这么多的朋友 对季季感兴趣 我就觉得他本人 还是有他的 一个是人格魅力 一个是学术名望 确实还是很高的 我没想到 在美国的这么多朋友 对季老感兴趣 因为原来 你的这个题目 我觉得会有人听吗 没有人听 也很尴尬的 我坐在这 结果还看到这么多朋友 所以我愿意 把我 这个 二十多年以来 对季老的一些认识 跟大家分享 这个 一直到这一页 实际上就是我 自己写的 或者编的 有关 季献林先生的著作 现在最畅销的是这套书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的第一本就是 季献林谈人生 这本书大概 到现在印了三十次 出版社是赚了钱了 但是我没数我自己的名字 我说的是中国 孔子基金会 季献林研究所编 我是主持工作 这一套书是非常畅销 因为它里边 谈到了很多人生的宝贵经验 老少结疑的一本书 那么 季献林先生到底是一位 什么样的人物 用他自己的说 很枯燥 枯燥的什么都不会 不会音乐 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不会玩 最不会的是不会说谎 这样一个人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 实际上季献林的故事 假如 有电影编剧的话 编一编 还正儿八经的 会是一个 很有吸引力的 有深刻内涵的电影 我想简略地把他的人生经历 和朋友们分享一下 季献林是山东林青人 过去叫青河 现在叫林青 是化为市了 林青市 是一个很穷的一个村 叫关庄 但是当村的人呢 不愿意叫关庄 要加个大字 大关庄 要这个村要出大关 不希望是一个关庄 所以很微妙的这个关系 那么这样的一个村里边 我去过这个村 村子很小 季献林的族妇呢 叫季老台 膝下两个儿子 一个叫季四成 一个季四连 他的叔父就是季四成 他的父亲季四连 家里呢 很穷 不得不去闯关东 这个季四成呢 很走运 兜里大概 仅剩下了一个铜板 买了一个湖北赈灾的奖券 一下子中了六千大洋 六千大洋当时的规定是这个 平分就是可以拿一半 三千 那三千不知道干什么 这三千大洋呢 有没有这个银员兑换成了智钱 智钱就是那个 铜的那个中间一个方口的那个 你想三千大洋兑成智钱 而多少啊 好多麻袋 没办法就从东北雇着数量小推车 木轮的小推车 往林青运 运来了 这个运到家 木轮的小推车 对 路上还怕有短道的 但是平安的运到了林青 这个老父亲 就是纪晓琳的父亲一看 喝这么多的钱 心花怒放 赶快买了六十木水浇地 要改房子 改房子买砖瓦买不到当时 新砖瓦买不到 结果老爷子宣赏 说谁家把自己的房子拆了 我按新砖瓦的价格买 结果还真有 中将之下必有勇夫 真有拆了卖的 他就很快地盖了一个四合院 虽然是旧砖瓦 但是四合院盖起来了 盖起来了以后 纪晓琳的父亲 用纪晓琳晚年的话说 是个败家子 有了钱了就不知道怎么烧包 怎么烧呢 感激 五天一个集 我请客今天 三十个二十个酒席里头一坐 坐完了以后我买单 结果这剩下买地 盖房子剩下的钱 很快吃光喝光了 你想一个人花很容易延续下去 那么多人帮着吃 很快花完了 花完了怎么办 拆 先拆东房 后拆西房 然后南房 拆的最后就剩了三间房 地也一模一模地卖 最后剩了不到半模地 只能不能种重要的粮食 只能种点绿豆啊 摘点绿豆角 熬点稀饭喝喝行 就在这个时候 季下林出生 倒霉不倒霉 你说 出生了就 一直到六岁 他的叔父呢 后来没有办法了 就到济南去当了警察 就有了一点收入 因为先进了济南的五倍学堂 就是李鸿章开创的那种五倍学堂 学完了以后 在济南有了一个职位 有了职位就有了饭碗 就回家探亲 一看这个侄子 呱 这个屁股在河里玩 正好他自己没有孩子 那个时候 他就跟哥哥商量 说 把他接了济南怎么样 哥哥没办法了 养不起这个儿子了已经 我走吧 结果这个叔叔就把 记下了带上 雇了一头毛驴 齐了两天两夜 从林青就到了济南 进了济南 六年吃上了肉 在家里六年没吃到过肉 唯一的一次和肉有关的 是记下林的妈妈 就是她的姥姥家 邻居是一个卖牛肉的小店 有一次呢 邻居把一罐子牛肉汤送给她姥姥 让她妈妈 就记下林的妈妈带到了家里头 结果拿到这一罐子牛肉汤以后呢 就用勺子捞 捞来捞去 捞到一小块牛肚 就是人家剩下的一小块牛肚 哎呀这个孩子拿出这个牛肚了以后 拿着一个生了秀的小刀 一小片一小片切 切一片吃到以后 哎哟龙肝凤髓药 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这是六岁在老家 她唯一的一次享受 平常吃的是什么呢 高粱面饼子 冬天一咬一个冰茬的那种 她有一个大奶奶 就是本家的 很喜欢这个孙子 经常的呢 让记下林到她家 秀里藏着半个馒头 她吃的不舍得吃完了 留着半个馒头给记下林吃 这是在故乡 两件美好的生活算是 所以到了济南 她叔叔家里头 这样又能吃上肉 但是内心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不好 那种寄人篱下 她说我感觉到了 因为她到了济南以后 她叔叔也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后来也长大了以后呢 吃饭 看不出有什么偏向了 就那么几个小碟 大家 迅归岛居地吃 但是一到买衣服 做衣服 明显地 这个孩子就感到受虐待 给这个妹妹买的是福仇 给自己买的衣服是初步的 这个心里的落差就一下就反映出来了 所以后来长大了以后 上学 上学呢本来那个时候济南硬开始种牛豆了 她的小学同学叫李长之就种了牛豆 但她叔叔没给他种牛豆 一下子得了天花 一病病了好几个月 差一点死了没死 落了一身麻子 包括脸上都有浅麻子 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受虐待 逆反心理可以说是非常严重 叔父是对他寄予很高的希望 虽然有了自己的一个孩子是女儿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过继给自己的一个儿子 但是这个儿子呢又特别的倦 进了叔父家门从来没叫爹 就是叔叔 死不认账 这样的一种关系可能是 其实就有点僵 所以经常的悼念 这个孩子完了没什么出息 废物一个 类似的话可能都说了 这样就给季夏林小时候造成很深的那种伤害 到了小学毕业 快毕业的时候 吐叔叔觉得将来都找饭吃 所以把他送到一个夜校学英语 第一次去学英语 那个教室旁边有个勺药花 黑眼里头他也不知道什么东西怎么这么香 进了教室老师讲英语 讲那个F 说像马峰 他印象特别深 就把他学英语的兴趣提起来了 马峰 勺药 都是好的感觉 所以一下子就让他对英语感了兴趣 初中呢就进了当时的山东蔡元培 叫菊思敏 班的正义中学 学校正好在大明湖南岸 人家去上学 他去干嘛 玩 这个地方真好 风景如画 他说我钓鱼 他说我钓鱼 钓蛤蟆 没有钩就能钓上来 就纯熟到这个程度 所以成绩 当然 客想而知 不会好 这个时候因为离家比较远 中午又带一个 带饭 说本来啊 他叔叔给的这个铜板 只能买两个烧饼 但他就是不好意思张口 跟叔叔再要一点钱 要吃三个烧饼才能饱 所以这三年的正义中学 每天中午都吃不饱饭 就这样 毕业了 毕业了以后叔叔说 干脆找工作 当时 什么工作最好 英国人办的邮政 就去考邮政员 考试的结果还不错 但是英国人好像以貌取人 一看这个满脸麻烦的小孩 没录取 所以第一次又受到伤害 那没办法了 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好消息 就正义中学要升格高中 升格高中 那么这个学校毕业的初三的学生 都可以进入这个高中 过了半年 这个高中合并到山大 辐舍高中 这第一次转机就来了 辐舍高中的校长 是山大的校长奸着 又是山东省教育厅的厅长 还是清末状元 是一个大学文家了 当时 这个校长 现在 我们的 教育时尚经常对他是贬的 但是他无疑对季下林是一个恩师 为什么是恩师 他把季下林的虚荣心 这季下林自己的话 刺激起来 怎么刺激 是说给这个高中一年级的新生训话 说在座的学子们 好好学 谁学好了连续四个学期 拿家等第一名 我给谁写字 他是大书法家 千金难求的书法 这句话他记下林记住了 说这个家伙真的是假的 这样就开始高中上课 结果遇到一个他医生 最尊敬的一个老先生 叫王坤玉 讲古文 古文官职不带课本 滚滚 呱呱的出口成长 然后他看了季下林的作文呢 非常欣赏 欲语为全校之冠 说这作文写得好 这样虚荣心又进一步提起来了 但是很快王坤玉可能就不再教他们 换成鲁迅的朋友 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叶平 这个时候胡叶平在济南高中教语文 胡叶平讲什么呢 讲现代文艺的使命 完全是一种新丝绸 但是没有几天 丁玉去探亲 丁玉去探亲 丁玉呢就 穿这个高跟鞋 济南高中是外边有一个下坡 走路的时候还得扶着胡叶平 所以这些学生就嘲笑 说这个胡叶平到半天是丁玉的拐杖 是他主的一个拐 接着他因为左翼联盟的一些事被通缉 胡叶平逃跑 逃走之后换了第三个老师 叫董秋芳 这个人是北大毕业生 在北大的时候就是胡适的学生 所以从这个时候可以说 季显林已经成为胡适的再传弟子了 只是胡适不知道而已 因为董秋芳在北大已经发表文章 董秋芳呢 这个人又是一个怪人 上语文课不知作文 不出题 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字 随便写来啊 学生愿这么写怎么写 你尽情地写吧 结果季显林就写了第一篇作文 是他回老家 这个办丧事 一个真情实感的一篇小作文 结果董老师在他的作文上的辟语是 一触节奏 又一触节奏 好辟语都是 第二 连续四个学期 果然 家登第一名 王树鹏居然兑现诺言 斜了一幅对联 说这个孩子太好了 再加一幅扇面 一幅对联 一幅扇面 到现在还保存在季仙人的老宅子里 这样四个学期过去了 日本鬼子进了济南 学校停办 差一点在街上走的时候被日本刺刀挑了 因为看他系了一个皮带 日本人的印象里边 记得皮带的都是共产党 就审半天 季晓林就辩解 说我经了一点商 做了点小买卖 有了一点钱买了个皮带 就混过去了 所以从这件事他一辈子恨日本人 那么复学以后 这个济南高中 就是山大福中 没有拉 山大千岛青岛 那么这个时候就改名为济南一中 就是当时是叫济南高中 他又拿了两个学期的家当第一名 1930年开始高考 他的同学 提着行李带着脸盆 跨过黄河大桥 那被这个 当时的北洋军阀 把铁路桥都炸毁了 火车不通 提着行李走很远到了桥北 坐上火车到北京赶口 他报了两个大学 北大和清华 其他同学都报一些私立的 什么朝阳中学 私立的大学 结果呢 北大的作文题非常怪 英文文题呢更是怪 出了一首诵词 上半却让译成英文 有的人连中文可能都读不懂的 结果让译成英文 难度如此之大 结果他两个学校都考了 都考上了 都发了路去通知书 后来 考虑啊 清华留学的机会比较多 所以就设北大去清华 进了清华 进了清华一年念四年 选的是什么呢 西洋文学系德语专门化 学德语 同学们呢 下的必修课 没有一门课 老师是认真的 就是说必修课 所有的老师 用现在话来讲都不称职 都是在那敷衍了事 一个简单的例子 德语专门化 讲德语 不用德语讲 用英语讲 德语老师叫艾克 学生提一件 说老师 既然是德语 你应该给我们讲德语 他就咕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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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啦了几句 说你们听懂了吗 第一次讲谁能听懂啊 学生说听不懂 听不懂还是用英语讲吧 所以专业这个必修课没有一门学生满意 但是有三门选修课 记下人觉得是终生受益无穷的 第一门课是吴密教授讲的 比较文学 第二门课是朱光潜先生讲的 文艺心理学 就是美学 他经常说朱先生很有意思 那时候很年轻 而且好像很内向 他上课的时候呢 从来不敢和学生对视 看天花板 每一堂课下来都是看着天花板 讲完这个课 这是朱先生 第三位是让他终生受益的 就是大名鼎鼎的陈银雀 正应应该读陈银雀 但是以恶传恶 大家都叫陈银雀 假如说陈银雀说这个人没有学问 实际念还是应该念陈银雀 因为他的个个叫陈恒克 没有叫陈恒雀的 这里边有一个误解 就当年呢 清华的创校校长 什么叫创校校长 就是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 叫曹云祥 中国教育士不大提这个人 1922年清华学校办不下去了 半年里头赶跑了三个校长 当时是属于外交部管的清华学校 就动用外交官曹云祥 从丹麦临时代办的职位上调回来 出任清华学校校长 当时清华学校名声非常不好 都知道学生干老师跟校长 那曹云祥根本就不愿意去 但是外交部的命令 只能执行 结果就去了 去了一看问题很多 最多的问题是师生之间的矛盾 教师和校方管理人员的矛盾 非常深 那么通过调研 曹云祥发现 清华学校要办好 必须升格 你做刘美预备学校 不可能 赤酒下去 必须办本科 所以第二年他就下决心 把清华学校变成清华大学 从1923年开始运作 制定了清华大学的18年发展规划 一直18年都规划好 那么实际成熟 1925年开始招生 第一届本科生是1925年 但是经常的清华大学的校时 从国立大学开始是1928年 从罗加伦出任校长算计 错了 清华大学本科的校时应该从1925年算计 也是国立大学 只是那时候的国立 是外交部的国立 后来归到教育部国立 当时的毕业证 毕业照片都是写的国立清华大学 第一张毕业照片是1926年的 那么招本科生的时候 曹云祥就下决心 光有本科教育不行 这个学校品位要高 必须建研究院 设计了四个研究院 地质的 圣物的 还有一个忘了 还有一个国学的 结果那三个研究院的经费抽集不够 只抽集了国学的 那么曹云祥就想到了 在美国留学期间的老朋友胡适 当时胡适已经是北大的教授了 胡老弟能不能过来出任研究院的院长 胡适说 胡适说我不够格 我的国学工地不够 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四个人 王国际 汪国伟 佰国伟 张太延 赵元任 吴密作为执行者 就带着曹云祥的聘书 南下去上海 请这个张太延 张太延问说 其他还有谁呀 提到梁启超 张和梁是死对头 一听梁启超在那当导师说 我不去 这样就空缺一位 空缺一位呢 梁启超和吴密 就联合推荐一个 没有学历的陈寅雀 给曹云祥 可能曹云祥 也有所闻 陈寅雀的名声 就发生了一段故事 曹云祥就问 梁启超说这个人 哪一国的硕士 不是硕士 哪一国的博士 也不是博士 不是博士 不是硕士 咱这个十八年发展规划 规定的 必须有 假如没有这两个学历 那起码都要有等身著作 梁启超说 等身著作也没有 到现在为止 他只有一篇五千字的 还是在吴密办的 学恒杂志上发的一篇文 叫文章吗 也不能叫文章 是一篇给他妹妹的信 揭露了一段 题目是与妹书 写给他妹妹的一封信 说就这么一篇东西 没有别的 实际上 陈云祥在东方杂志 1915年 已经发了一些诗作 可能梁启超不知道 陈云祥开玩笑 非常幽默 说这样 那咱们不能要 不能拼用 规定是不能拼的 把梁启超气活了 说你不要 人家日本 京都大学 早稻田大学 瑞士的苏黎士大学 美国的哈佛大学 都要拼他呢 说这是传说的 陈云祥说那呀 那咱们拼吧 其实那个时候 据说已经 聘书发到瑞士了 就这样 陈云祥既无学历 又无著作 大摇大白的 就进了清华园 现在能吗 做梦 梦难成 进了以后 很快 陈云祥就 在清华显出了 自己的雄厚势力 雄厚势力 在外头留学 十四年 掌握了十三种语言 没拿一个学历 没拿一个毕业证 结果是 哲学系的 历史系的 和文学系的 教授们 有了意难问题 还得请教 陈云祥 所以陈云祥就后来 有了一个教授的教授 这是北大秘书长 郑天亭 给他的封号 教授的教授 教授不明白的 你必须请教他 这么一个 大学者 真是大腕 那么 陈云祥给 季县临开的 必修课是什么 陕修课是什么呢 佛经翻译文学 这么一门课 穿着长袍 戴着 冬天戴着一个棉帽子 这个帽耳朵拉搭着 那个帽耳朵竖起来 是在清华园里 是一讲 讲佛经翻译文学的时候 用黄包和皮包着佛经 实际上叫佛经翻译文学 但是一学期就讲了一本书 谭经 但是季县人说 他这个讲课有特点 他先把材料 写在黑板上 然后像包纯笋一样 一层一层的包 很出现的东西 让清协力讲 讲得很活 所以他就从这门课 得到了一个 很好的制学方法 薄春笋 层层深入 然后学生们 听说一个女教师来讲课 我按着一个 玛利亚式的小载 说很漂亮 冰心 当时是北 燕京大学的教授 到清华监课 学生蜂拥而至 冰心一看 说在座的 有哪一位是没选我的课的 下一节课不许来了 听了这一次冰心的课 晚年的时候 记下看到冰心说 我听你的课 你把我赶出来了 冰心说 有这回事吗 这是在清华的简单的遭遇 那么到一与三四年 四年学完了 毕业了 分配工作 找工作找不着 也面临着 毕业季实业 他家里有没有背景 有背景的 你像 钱中书 比他早一年 无锡的前世 名门望族 在清华没念过书 据说 他比 记下林早一年 又是一个戏 经常 一开始经常去 口述的时候 我就问 我说你跟钱中书先生 怎么关系 后来不是很密切 他说那个人啊 我们一开始聚的时候 我们都叫他老钱 他大一岁嘛 我们几个人 坐在一块以后 就他一个人说 等于边有说话 他走了 说一次这样 我们听 二次这样 我们听 到第三次 我们就不听他了 我就不跟他来往 据说钱中书先生 当时就是 因为他家里藏书太多了 有的同学 就跟他要这个 黄色英文书 他居然 这个一口气 能开一张纸的书单 都是黄色书 1934年这一毕业 不行了 没有地方就业 这个时候 济南高中 他的校长 原来是 屈腹师范的校长 叫宋环武 大平鼎鼎 演这个子贱男子的剧子 就是他 被屈腹的民众 砸了场子 因为他 这个是对 孔子大逆不道 子贱男子是色 你孔子这样一个大圣人 怎么会好色呢 结果就 给砸了场子 后来到济南高中 济南高中不是好玩的 两派打得稀里糊涂 稀里糊涂的 一派是北大派 一派是北师大派 北大派呢 和北师大派 几乎是势均力敌 宋范武要执掌牛耳 还真得增加力量 他这个时候想到了纪献林 这个小子是清华毕业的 不是北大的 我北大帮可以利用的一个工具 让他来 这个时候纪献林 已经没有活路了 找不到工作 你考虑来吧 这样就来了济南高中 回到他母校任教 很天真 说来这儿教个国文 不是教个英语什么的 还行啊 结果来了以后 实际上宋范武 并不是让他来真正教学 让他壮大自己队伍 说一来就 纪献林 你给我成立一个 这个济南高中校友会 你负责 实际上让他拉帮接派 壮大他的势力 这样就当了校友会的负责人 课程教什么呢 你想教英语不行 教语文吧 叫国文的时候 国文一个年级四个班 每个年级 一定有一个人在那儿站的位置了 一个老师教三个班 同一个年级的背一次课 那么一个年级还上了一个班 纪献林来教吧 这样正是一到这个济南高中 就是一个下马围 每一个年级 三个年级背课三个头 而且怎么呢 应付这个高中的学生 这个济南高中的学生 有的学生居然比机械林大 愁的围着这个教室转的 夜里睡不着 怎么办 怎么应付 去找他原来在这儿 教过他的那一个语文老师 语文老师不告诉他 高中校告诉他了 他的范文怎么办 三个老师都 不告诉他有什么秘方 但是其中有一个老师 心眼比较好 他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方法 但是有一点你的 灵活激动 怎么激动呢 就是你第一次上课点名 有可能你又不认识的学生名字 假如你念错了 你第二堂课甭上了 这真是个绝招 今天说那怎么办 你一念呢 把认识的字都念完了 学生名字都念完了 最后你剩下不认识 你问 在座的我还有谁没点到吗 这个学生肯定会说 那你就问他你叫什么 你不就认识了吗 果然 第一堂课就碰到这样 化解了危机 所以他对这个老师很感恩 但是到了第一学期末了 河南籍的一个物理老师 看到记写人就问 你拿到了吗 什么意思呢 就下一学期那聘书你拿到了没有 当时记写人是拿到了 那个人 河南籍的物理老师没拿到 就失业了 这又一次给记写人敲了警钟 在这个地方玩还真不是好玩的 第二学期本来宋欢吴期望他 对他期望值很高 你给我拉了势力 把北师大这一派打赖啊 结果没有任何动静 虽然第二学期又骗了他 但是快到末了了 宋欢吴校长就给另外的老师说 县林这个人呢很安静 他用了一个很安静这个词 那什么意思 没动静 就是没做任何贡献 纪晓林这个时候意识到危险来了 下学期肯定不会骗了 你说这个时候命运之神又降临他 他说清华大学 冯永来文学院长和德国留学生交流处 签了一个合同 互派研究生 纪晓林这一报名 德语专门化 没考 去吧 就和乔冠华结伴去德国 到了柏林大学留学生报名处 一个女职员就跟着两个孩子 两个学生说德语 两个学生听不懂 你说什么呀 听不懂 那个女职员一看 你德语专门化 居然不会说德语 很荒唐 就让他们两个在柏林大学 现在我们叫强化训练 把口语过关了 过关之后再挑选学校 因为乔管华特别的会玩 他觉得非常适合他的学校 去读了一个庄子的博士学位 一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了 他选来选去 一看歌厅根大学 远离这个大城市 是非常小的一个歌厅根小城 他选了这个歌厅根大学 但是是个名校 去了以后呢 就不知道自己学什么 这么有名的学校 专业好的都很多 所以一开始他就学了很多课 法语 但是他最想学的是佛教语言 梵文巴黎文 没人看 过了半年了 那个教学 这个栏里头贴出一个布告 36岁的郑教授 瓦尔德·史密特 出任歌厅根大学 梵文巴黎文教授 一看 眼睛亮了 就是在清华 想跟着陈英雀先生学 陈英雀先生没教的一门课 就报了 跟着瓦尔德·史密特 来学梵文巴黎文 一学就着了迷 但是着迷也不是一开始 就着迷的 因为这个老师 那更是怪得不得了 本来他一位名气这么大的一个老师 36岁正教授 在德国是很难拿到的 那肯定是学术造诣 很深很深 慕名而来的学子 不知道有多少 结果到了上课那天一看 就他一个人 一个老师教着一个学生 真是绝学呀 谁都不敢学这个梵文巴黎文 望而生畏 开课了 把字门教完了 教完了字门以后就布置作业 第二天咱们俩讨论 佛经里边找了一小片文章 明天就讨论这篇文章 大惑不绝 说他老师 我怎么跟你讨论呢 我还不知道 怎么念 他背客气 你自个背客气 结果就他查着字连 把这一篇小短文 每个字他了解一点 才能跟老师讨论 就这么逼着 这个老师说 学外语没有别的诀窍 我就跟你教一 孩子学游泳一样 我把你推到水里头 我在岸上看 你这样不一样子肯定学会 就这么个道理 他教英语 教这个外语 结果真是受益匪浅 就这么翻文巴黎 攻下来了 攻下来了 本来这个交换生两年 两年以后战争发生了 回不来了 助学金有大疗了 没有讲学金了 这时候没有办法怎么 就汉文研究所 缺一个讲师 他就去兼任了讲师的这个职务 汉文研究所一看 哎呀那么多的藏书 他利用这个机会 就不断地充电 因为战争的原因 瓦尔德·施米特要从军 到前线当翻译 在从军以前呢 因为瓦尔德·施米特 一看这个中国孩子 真是如此可教 就问 愿不愿跟我做博士 这些人当时 当然愿意了 求之不得呀 然后就找了一个题目 他们俩共同商量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题目 一个次纬的变化 做一篇博士论文 布置完了以后 瓦尔德·施米特就到前线去了 大概一年时间 回来探亲 季显林写了一篇 博士论文的导演 高高兴兴的 梁岸叔彭瑞这个导演 给老师看 老师说你拿放这儿吧 一个星期以后再去 拿过这个稿子了 一看 没有批语 但是最前边一个括号 结尾一个括号 大祸不解 问老师说怎么回事 瓦尔德·施米特说 你这篇导演 下了功夫了 资料详实 论述清楚 但是就是没有一句话 是你记下了你的 哪一句话是你的 这样的毕业论文 你在答辩的时候 答辩老师从任何一个角度 都能把你攻倒了 不行的 作废 一年的功夫 哎呀 那个打击 但是也没有办法 老师的话那是 真是金科玉律 必须执行 这样就推翻了这篇导演 从心 每一句话都是自己的 但是都是 出之有据 毕业论文 这个完成的同时 因为瓦尔德·施米特 还没有回来 有了一段空闲时间 一个八十岁的老教授 希克 他特别喜欢基建林 说我来教你一门哲学 基建林说 拉倒吧 老爷子 我这个学了这么多语言 脑子里尽满了 我不能再学了 你不学也得学 我就就教给你 吐火锣语 另一个绝学 大概全世界到现在为止 不超过七八个人 才能懂这个语言 老爷子八十岁 租这个拐杖 颤颤呦呦呦的 从家里到学校 给这一个学生上课 把这个基建林感动的 这么一个老先生来教 你说能不学吗 就学吧 这一学就把吐火锣语 又增加了一门 中国人 又是山东人 又是儒家文化 培育出来的 尊师宗教 特别感动 感动怎么办呢 当时 因为战争 生活都非常困难 吃吃不上 吃的是什么呢 经常配给一些 用那个贝壳磨的粉 这个粉 这个粉呢吃了以后肚子胀的胀到什么程度呢 是德国人最好面子 但是最好面子的这个德国人在电影院里也是屁一声不断 泡声隆隆隆 谁都没办法 因为那个食物实在是 它就是在肠子里头给你产生大量的气体 老爷子说怎么办 怎么孝顺孝顺 这个老爷子 每个月大概发 一斤 也不是半公斤的白面 一点白糖 他从这里边省出了一点 去做了一个蛋糕 老爷子生日那天 我说你带着一个蛋糕去了 他说哪舍得呀 切了一半 那一半呢 他的邻居 他的那个房主 他租的人一房子 跟他的共享 就带着这一半蛋糕 抱着给了西克老师送 老连口 拿着这个蛋糕以后 两个人一块哭 多少日子没吃到这么好的东西 这是在德国这个简单的经历 当然这个经历里边也有一个插曲 很多人可能也感兴趣 有个情人 年轻的可能更感兴趣 因为我简单的就插一下 很多误传的说 他的房东的女儿 不是的 是他的一个同学 在清华念书的一个同学 叫田德旺 田德旺拿了摩索里尼的讲学金 在意大利 做访问研究 研究完了一会儿 剩了一点钱 就问季下 说德国有什么好学校 我去住一段 他就通过季下林 到了哥天坑 他们的同学 就给他租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 因为田德旺 住进去了 季下林就经常去看田德旺 那么就和田德旺 房东的两个女儿认识了 其中有一个女儿 就叫一木加德 长得意表人才 特别的漂亮 而且一木加德的父母 也看出一木加德 对季下林有好感 所以一木加德 过生日的时候 就把季下林请了 做陪 把他安排在一木加德旁边 那个意思 他们想促成这一段姻缘 后来当然结束多了以后 两个人确实是 情深义重 这个时候他毕业论文也完成了 按照德国的规定 毕业论文必须打印 季下林不会用打印机 一木加德说我会啊 但是你得给我付劳务费 季下林的时候说有钱 有汉文研究所当讲是有钱 说我可以给你付劳务费 这样这篇论文他给打出来了 打论文的时候 因为他这个写的德文字很潦草 这个一木加德白天上班 晚上打 打印的时候 季下林他坐旁边 给他指点这个字是哪个字母 因为他写的太潦草了 就这样这一篇论文 打印都是晚上打印 所以他们俩的感情就越来越深 这样就是到了1945年 博士论文顺利通过要 一木加德说我要嫁给你 季下说你嫁给我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还解决不了 解决了以后 有可能我就去 就是我家里头 我的老夫人和两个孩子 因为战争中断 阴性全无 不知道他们在世不在世 我都先回去看看 这个时候他在 戈亭恩大学的一个老师 哈龙教授 已经给他在建桥大学 找了一个教授位置 说你可以到那扔教 他也没答应 这样就坐船 半年的周折过红海 还有那个海雷 要排雷 本来航程不用那么长 结果大概晃了将近半年 才到了香港 从香港周转又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这一联系 神圣 神圣 叔父 夫人 两个孩子都很好 就赶快的 因为他在瑞士就翻译四书 翻译成德文 拿了一笔稿费 把这笔稿费呢 买了两块金表 到了上海 有一块金表被偷了 一只金笔也被偷了 剩下一块金表赶快到当铺里 当出了县议团 赶快给济南寄回来 那个时候交通很不便 你就四六年了 这时候就一看家里人都在 赶快的给哈龙教授确信说 建筹去不了了 因为家里这么一帮的人 他不能离开了 这怎么办 在上海也没有住处 结果就住到他在清华 写评论文章 批评过的一个山东老乡 藏客家 藏客家住在一个 日式的小房子里边 睡的是榻榻咪 结果七大巷子书 给他摆了一走廊 他找工作呀 他举目无亲 而且不知道谁能帮他 这时候他就想起了 在英国治眼睛病的老师陈英雀 就赶快给他写了一封信 说你看怎么办我 陈英雀很快给他回了信 说我把你推荐到北大 你拿着你在歌廷根大学 发的文章三篇重要的 去到南京 见傅斯年代理校长 他就从上海 到了南京 找到傅斯年 傅斯年说北大的门槛很高 你这个杨博士来了 也只能当副教授 就想说副教授我也求之不得 有范文就很不错了 就答应 结果最后呢 是胡适 傅斯年 汤永彤 三位重量级的人物 聘纪显林到北大任教 自传里头 纪显林说是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教授 实际上副教授没有当 就是一个星期以后 就决定聘他为北京大学教授 兼任东宇系系主任 现在一看傻眼了 因为东宇系是陈云雀当时在清华 曹永彤想让他建的 但是没建起来这个系 结果让季显林来北大建这个东宇系 后来才知道 胡适本来打算 让大语言学家罗昌培的弟子 吴晓林出任系主任 结果季显林来了 胡适觉得季显林更合适 一下子这个职务没任命 吴晓林就任命了 季显林为系主任 这一下子一尽笑 说没见面就得罪了一个人 吴晓林说这个小子怎么 就把我的饭碗给抢了 事情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 压根就不知道 胡适原来有这个安排 假如他知道 他绝对不会接了个茬 结果一尽笑 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矛盾 但是当时因为也不是很公开 接下来这个时候 就开始组建金科木 大名鼎鼎的马尖 还有一个怪节叫于道权 就凑齐了这一个重量级的教授 开始把洞宇系建起来了 从那儿就是1946年 开始建系 洞宇系在季显林 担任系主任长达40年 这可能是历史上也不多见 但是也包括文革当中 因为也没撤销 也没工作 但是还是系主任 那么这样的一个学者 到了北大以后 解放以后 经过律次的运动 详细的也不可能多展开 因为时间太紧张 到1956年 教授评级 那么七个文科的一级教授 季显林是最年轻的 他的老师辈 比他大的 包括他清华的同学 吴渡夏 都不是一级教授 所以他那个时候 单身拿着这个碗 去食堂打饭 有些人就嫉妒 说一级来了 一级来了 北欧志就说一级来了 就是这个一级教授 当时就是 项目嫉妒 是不是还有恨 不知道了 然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他又当选 当然背后 有一个人在给他出力 这个人是谁呢 北大副校长 唐永通 特别欣赏 这里边我就讲一个插曲 什么插曲呢 因为在红楼楼的时候 他的办公室 和胡适先生的办公室 校长办公室很近 经常到胡适办公室 去汇报工作 有一次汇报工作 汇报汇报听着 有两个人大吵 吵了可能半个小时 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忽然间戛然而止 没声了 后来好事的就过去看 一看两个教授 这个教授掐着这个教授脖子 两个人就说不出话来了 在那扭坐一船 一个叫费明 另一个姓黄 都是明教授 这是当时北大 很热闹的 那么因为回国以后 他的研究工具没了 翻文巴黎文的资料很少 图胡罗文的没有了 根本就见不到 所以这个专业几乎就放弃了 放弃了怎么办 他就只能写一些 中印文化交流方面的 翻译五卷书 做了一些翻译工作 真正的学术 他认为 季下林先生自己说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成绩 到文革了 牛鬼蛇神 你学术权威 就自然的是牛鬼蛇神 被关进牛棚 受尽了折磨 大家要了解那段 牛棚杂役 看一看 那段历史不要忘了 那种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那种刻骨铭心的 那个内心的恐惧 是任何不当事 没有当事人的那种感觉的 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从牛棚里放出 让他回家看一看 在路上 路边看到了一个 长了毛的馒头 因为饿 看看周围没有人 用手把外边的毛 拔掉了 狼吞虎咽 把这个馒头吃进去了 一级教授文革当中 每月只给他13块5 就这样的大学者 遭受多大的折磨 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想象不到 每天都有自杀 有一次他挨了痘 不是挨了痘 没挨痘以前 痘里装安眠药 翻墙出去到圆明园 他后头就是圆明园 找个鹿尾 吃了安眠药 像猫一样死在那儿得了 正要出门 婚与兵进来 披痘会 老爷说你等等 我上一趟洗手间 赶快把安眠药套出 扔到马桶里头 跟着走 会场挨痘的大会 我参加我一次 作为不得不参加的会 瘦小的这个记忆厢上 在批痘台上 90度大弯腰 一带带一个半小时 你们想一想 90度 60多岁的人 然后回家的路上 又有人把他打得逼情严重 回到家以后 老爷说 十八层地狱我进去了 也不过如此了 不死了 这时候情况稍微有改变 派他到35楼女生楼 做传达员 那个时候 一个楼只有一个电话 四楼的电话 来了以后 登登登登的跑上去叫 后来他想 我在楼下叫 叫房号 谁谁谁 这时候他就觉得 这时候他就觉得既然脱离了这十八层活地狱 觉得干点事啊 干什么呀 他偷偷地委托东云西图书馆 你给我买一套罗摩耶娜 印度史诗 买来了以后呢 他就 因为那时候晚上可以回家了 晚上回家看一看 把有需要翻页的打个纸条写上 然后再穿搭 一没有人的时候 拿出纸条就看 打幅稿 好几年的时间 把前几卷翻译出来了 文革结束以后 又把剩下的翻译出来 这个时候 出版社听说他 罗摩耶娜 有一本了 主动地联系他 出版了罗摩耶娜 八本大概 那么一部 不知道多少万行的史诗 非常能够代表他的翻译水平 但是因为文革结束以后 很快他又被聘为北京大学副校长 本来是想请他去当社科院的副院长 后来他觉得钱钟书在那 他也不愿意去 所以就当了北大副校长 不得不当 我说你当副校长干什么 管行政 你想想咱们的教育 唐唐的北大副校长 大学者让他管行政 学生宿舍忽然间半夜断了电 季校长 我们这个电没了 电话打进去 干了四年 不能再干了 再干简直是 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 副校长职务 这个时候就有时间 做自己想干的事 家里头三张鞋子台 早晨一张 饭后一张 晚下午一张 早晨是他感觉的最重要的 有了思路 能够和学术挂钩的 重要的早饭以前 然后上午的这个 有时候接待任务比较重 来访者络绎不绝 有时候来访者要排队 经常白上午就没有时间 那么下午呢 再做一点翻译 这个时候因为 名气也大 活动也多 经常被拉出去开会 开会的时候 他说 我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没有用的会 绝对的不听 这个时候可能 我就打一个福稿 手头没带直 旁边的 有的人拿着一张废纸 就拿过来 后来北大的一个副小长 张学书就眼见着 有一次会上 老爷子在那写什么东西 他也因为在那 做会议记录呢 结果第二天 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文章 落款是昨天 张学书就问他说 你开会觉得 在那写的是散文呢 我看了半天 不是做会议记录啊 他的很多散文都是这么写出来的 所以后来他有一篇 清唐合运的散文 现在都是非常有名的 很多青年学生都读过的 觉得他的文笔非常的精美 是一种学者散文 那么纪老觉得他自己这一生 真正让他觉得 是像模像样的学术的 是两个 一个 就是1935年进戈天根 他遇到了一个单词叫书格尔 学了将近13种语言 都差不多发音 包括阿拉伯语就是苏克拉 也是苏格尔 留下一个大的疑问 为什么 没解决 1984年出了一本敦煌惨卷 其中一篇文章叫 《一章印度制唐法》 这里边出现了三个中文字 刹车的刹 割头的割 命令的令 读过这篇文章的都不解 不知道《沙格令》是什么 它比较语言学 实际一种语言都叫苏格尔 他一看这个《沙格令》 也不是苏格尔吗 印度制唐法 也是这个唐就是苏格尔 就是红唐 他就解决了 据来据去闹半天 红唐 就是红蔗唐 不是甜菜唐 红蔗唐是印度人 首先发明的 发明了以后往外传 印度人把它叫苏格尔 结果所有的语言都叫苏格尔 唐后边这个文化就出来了 然后因为有了这个兴趣 他就反过来说 印度文献又怎么写呢 发现印度的很多文献 除了苏格尔以外 又出了一个中国学 有的地方叫中国白 怎么回事 又刺激兴趣 反过来又查中国文献 他就用了两年时间大概 查四库全书 包括他老伴去世的第二天 他都去了图书馆 查来查去 问题解决了 原来是宋代的一个开封唐商 宋都的唐商 进口苏格尔红唐 在仓库里头靠墙的一个大缸 落下一块橡皮 把红唐染成污染了 变成白糖 白色的 口感也比较好 他就让开封的科学家化验 一化验 说木炭可以把红唐变白糖 这个唐商就把红唐变成白糖 后来生产规模越来越大 就出口到了印度 印度一看着 从中国来的这种唐 就定名为中国学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唐 结果把中国唐诗写出来了 外国唐诗写出来了 定名为唐诗 82万字 添补了这个很大的一个学术空白 而且从小小的唐背后 季显林是论述了一套系统的 中印交流式 中外文化交流式 就叫小题大做 这是他比较满意的一个学术成就 另外的一个呢就是 也是80年代 新疆博物馆的副馆长 好像叫李玉春 拿着一张 一本特就烧掉了四角的地下文献 去找季显林 说季显 这个很多人说 这个东西只有您能看 别人都看不了 老爷子拿了一看 哦 吐胡萝卜 但是他就对这个李馆长说 说干不了了 好几十年了 没有资料 而且你缺了脚 怎么弄 没法弄 这个李玉春知道他对日本人恨呢 说你也不干我们只能去东京找日本人了 他说你们找日本人可不行 咱们这么好的东西能给他们吗 说那不行那你也不干怎么办 说你放这儿吧 我看看 这一看弄了十年 四十四页 八十八张 八十四四张八十八页 这么一本小宝贝 边缘角去掉的 他都插 各种文献把它对上 补齐了才能翻 所以这工程量虽然是本来规模不大 但是工程量相当大 扣了十年扣出来了 翻译出来定名为 弥勒会见记剧本 弥勒佛 这一翻译出来以后 就解决了一个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 过去都认为 佛教传入中国是从海陆 徐州是第一个战 所以实际里边 写徐州有浮屠黄牢并列 就司马迁那个时候的 佛教和黄牢道教 道家还分不清 所以把浮屠黄牢弄在一块 那是从海上传过来的佛教 但是图霍洛文这个剧本一发现 那就是图霍洛人是最早 穿佛教的 时间要比海陆早得多 这样这本书 虽然是翻译之作 但是解决了佛教传入中国的一个 时间问题提前 所以记性上他觉得 他医生虽然被冠为三顶桂冠 但是真正他觉得 能流传下来了 可能一个是唐使 一个是弥勒会见记剧本 他自己又把它翻译成了英文 在国外出版 你们有兴趣的可能可以 能买到这个英文 从中文这个线索追 能不能追到 我不知道 我没学过英文 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那么我简略地和大家分享的可能就是 主要是这些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呢 这些书 我写的这些纪显林的书 有一些还是 除了纪显林传之外 有几本是读者比较多的 有的是我编的 有的是我写的 这个怎么用 我不太会用 我点吧 这个因为这是最新版的 这个能看下吗 怎么这么模糊 这本是他晚年2008年10月份开始 把我叫去以后呢 就做口述历史 这网上可以查 一查就查到了 哎呀 不弄了 我就不 用手不和大口弄 这本书的价值是什么呢 是纪显林晚年 创建了一个大国学概念 什么叫大国学 因为现在国内提倡国学很热 纪显尔也被封为国学大师 但是他的国学观 和普通学者的国学观 绝对不是一回事 所以他提倡了一个大国学 什么叫大国学 他的简单定义就是说 中华民族56个民族所创造的 各个民族的文化 都应该纳入大国学的范畴 不能说辱学就是国学 也不能说道家就是国学 也不能光说辱世道就是国学 辱世道以外还有 满学是不是国学 必须是国学 蒙古学是不是国学 是国学 那么顿黄学呢 顿黄学一直欠缺 顿黄学发现在中国 研究在国外 没有一个顿黄学权威的学者 在中国出现 所以这些 外来的文化通过文化交流 融入到了中国的文化体系里边 这都是国学 这样是一个大国学概念 而且这本书的 因为是我们对话 从十月份开始一直到 2009年6月18号 因为我来美国到达拉斯 我儿子那儿住 他希望我早一点回去 因为我来住一段时间以后 他说还没完呢 早着呢 就聊天还没聊够 但是很不幸 我6月18号来 他7月11号去世了 所以这是一部 没完成的口述史 但是虽然没完成 因为我们俩是用对话题 那么对话题 为了节省版面 就把我所说的废话 全部去掉了 只要能和他接茬的 就保留了 不能接茬的 因为有时候老爷子 一看他不高兴 我就多说啊 多说的兴起废话 斗特勒 让他的情绪提起来 这些我都删掉了 都没有录进去 虽然是75次聊天 73次全录了音 但是录音整理的时候 我把我的废话都去掉了 这样 但是衔接基本上是很清楚的 所以有兴趣地看这个 简闷 我们俩聊天 聊聊 不知从哪儿聊起 忽然间有聊到哪儿去 没有什么连续性 但是很有趣 有一次提到 1931年 他们清华学生 去南京请愿 就是要到西志门坐火车 火车不让他们上 但是呢 火车司机有同情学生 就交给他们窍门 说你们卧鬼啊 卧鬼要自杀 就逼迫我们不得不开 然后我们呢 就是 举两种旗 举红旗的时候呢 你们别动 举绿旗的时候 你们赶快离开这个铁轨 我们就开了 赶快爬到车上 这样他们混着 混到南京 南京第二天晚上 蒋介石听说 清华学生来了 他也不敢得罪这个学生 说就接见这帮学生 说 哎 同学们 你们从北京来 没看到一列一列火车 我开到前线吗 结果 蒋公把这帮学生忽悠了 说我已经派兵了 抗日 你们饿了 发饼干 吃完了饼干 第二天就把他们 两个大兵架一个 学生又弄 送到火车送回来 这些都是他回忆的 很多细节 就是他过去的自传 和别人写的文章里面 都没提到的 这里边断断续续 都提到一些线索 所以这本书 还是值得看一看 哪一本是基建林 是口述 不 口述 这个假话全部说 真话不全说 基建林口述史 就是这个 大放大镜的这个 这是第二版 第三版是这个 都是红旗出版社出的 你详细了解的话 那就是 这个基建林传 他有一本编的是 他专门谈养生的 因为 这么一个病样子 从来身体没好过 喝到九十八 很多人是老爷子 有什么养生之道 就是采访 他说我有什么养生之道 我的叫三步主义 哪三步 不锻炼 不挑食 不嘀咕 他说绝对的不像有些人呢 为了长寿 就天天把大量的时间 消耗在这个锻炼上 他说我从来不锻炼 累了站起来 往远处看一看 走几步 也有 但是那不叫锻炼 病 病到什么程度 就是吃什么新东西都过敏 每天都感冒 有一次去马里 第一次吃芒果 因为过去从来没吃过 热带水果 吃芒果 吃了以后呢 过敏 脖子肿了 肿的也不能说话 这个 荒乱当中 抓起一个瓶子 就灌了一口 我说灌的是什么 香水 喝了一大口香水进去了 我说解决了吗 没有 后来他自己琢磨了一个方法 一过敏就喝白糖水 把白糖充成水 喝了以后 说接着就好了 尤其林去世以前的十年 得了两种癌 一种是膀胱癌 一种是前列腺癌 开刀我估计是开了前列腺 手术又不成功 一直往外流液体 所以他晚年 好几年就站不起来了 那么就这样一个人 活到98岁 2009年7月11号 本来按照正常的实验 应该起了 护工 一看他们一起 就把他叫起来了 老爷子起来吧 别偷懒了 这个护工跟他没大没小 整天跟他开玩笑 睁开眼 看了一看 说没睡够 护工说那你就再睡一会儿吧 结果又半个小时过去了 护工一看不对 赶快去把心理科的主任副主任都叫来了 叫来了 医生就把他叫起来了 老爷子睁开眼一看 犯了一个声 嗯 走了 太利索了 不告诉别 这个时候刘延东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中午文家宝赶到医院 心内科 莫名其妙 为什么呢 因为头天晚上 9月10号的晚上 给山东的五 三家单位写了字 另外两家又写了两个字 写了五福字 好好好好的 没有任何的病 加重的情况 第二天就忽然间就这样了 在老爷子去世之后呢 三零一经过他的儿子的同意解剖 这一解剖更傻眼了 说老爷子的血管啊 非常清静 非常清洁 但是有一个迷倒 现在心内科主任也没解决的 就是两个心房 他只有一个了 那个心房萎缩的 就是干枯了 他们不解 说为什么 一个人考一个心房 不应该是昨天晚上才萎缩的 多长时间萎缩的 萎缩成这么个样 他怎么有活到这个时候 一直没解决 到现在我一个 三零一经过的一个副主任 是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说也没解决 有人问说老爷子走了以后 有没有舍利子 我说没有听说 按照常规 这样的老人 要是活化的时候 烧的时间长了 有可能会有舍利子的 但是继络没听说 所以这本 还是值得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翻一翻 网上可能有一些章节都可以看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